当年明朝灭元朝的时候,徐达故意放走了元顺帝,当时他的副将常玉春大发雷霆,还将这件事上报了朱元璋,谁知朱元璋知道后却暗暗点头,默认了徐达的做法。 每一个国家建立之初,都有一批立下汉马功劳的开国元勋,而徐达就是明朝的开国元勋之一,而且他的贡献还是开国元勋之首。 徐达出生于农家,自小也是过惯了清廷的生活,或许是受够了太多穷人的不公正待遇,他从小就性格刚毅,不随便屈于人下。 不过有一个人例外,那就是与他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朱元璋,两人因为有相同的境遇和出身,因此在朱元璋回乡招兵的时候,徐达会主动站出来,帮助昔日好友建功立业,没想到这一帮就是几十年。 他不仅在鄱阳湖之战中大败陈有亮,为朱元璋的全国统一扫除了一大劲敌,